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文章吹嘘杜月笙的好 但是在他的恶性方面却反而忽视了 大劫不亏成了人们对他最好的概括 就好像一张黑纸上若有一点白字 人们就会难以转移视线 但是杜月笙被人们推崇到如此高位上来说 他的经历是很有传奇色彩的 从一个乡下的底层无奈 到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大佬 这样的经历能够吸引很多瞩目 有着影视作品中主角的光环 他虽然手段残忍 但在当时的乱世 却也做到了起码得到意犹的杜月笙的攀登脚步 可以分为三段阶梯 人们都说少年心性可看成是 在杜月笙刚刚来到上海的时候 杜月笙找到的生存伙计 就是在一个攀胜员的水果店跑腿 抱着一颗传荡的赤城之心来到上海 杜月笙身上有一股用不完的劲 就连销水果都格外的认真 也是因为如此老板王国生对他也很好 后来杜月笙恶性难以染上了赌博 还将水果店的钱偷用输了金光 在跑路的杜月笙饥寒交迫 还要躲避追债的人 差点就一命呜呼了的时候 还是王国生找到他 不仅没有埋怨他 还继续让他防攻 王国生的既往不救 在杜月笙的心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让杜月笙在最后赤大风云的顶峰 虽然恶事做了很多 但是却还留下了一些白点 杜月笙离世之时 将所有被人写给他的欠款借句都全部销毁 将自己的一生事业都转手他人 对家人说 我死后不希望你们成为到处要债的人 我没有了希望 但是你们还有 中国还有 杜家后代礼物艺人走黑路 全部接受高等的欲 成为各个领域的人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则 人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